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李师傅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师傅今天要做鸡肉 而且是藜麦 这个其实是我在瘦身的过程中 这半年多来的早餐几乎都是这样吃 而且是营养素很棒的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鸡胸肉不是很好吃 藜麦也不是很好吃 所以在处理上面就比较要注意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鸡胸肉你好像先把它剁碎了 变成鸡肉丁 小丁 然后这边我们加少许的盐 让它有点味道 那藜麦是事先有蒸熟是不是 藜麦的话一般藜麦的话都是一杯 藜麦一杯水 你要把它交到1.2杯水 像煮饭一样煮熟或者蒸熟这样子 水量要再多一点点 吃起来比较好吃 不然的话会不是很好吃 然后这边我们加一点点的油 加一点点的黑胡椒 好 师傅刚刚加了一点点盐巴之后 蛋白 油 黑胡椒 这个让你的鸡胸肉吃起来就嫩嫩的 对 就是不会那么难吃 好 抓一抓有黏性 对 就把它抓到你就会看到抓到越来越黏 这样表示它有点像肉丸子在做之前 也是要给它打出黏性 对对对对这样吃的话表面就不会色色的 OK 好 然后这边我们就把它热锅来炒了 好 但藜麦现在这几年越来越红 大家可以试着跟着吃 师傅今天是准备了藜麦 事实上没有藜麦的人呢 毛豆也很好 对 所以我都有加 好 这边我们洋葱先下来 好 我们先爆炒一下洋葱 洋葱把它炒香 洋葱切丁 然后师傅今天还把彩椒切丁 那真正的酱料是这个 这个好像是我们西餐会吃到的黄芥末酱 法式的芥末纸酱这样子 OK 有些三明治 有些东西也会夹这个法式芥末纸酱 对对对 好 然后把它这边炒香 调味很简单 炒也很简单 好 然后把鸡胸肉就下来 好 鸡胸肉下来炒 好 那炒汤的同时 这个我请教一下李师傅 李师傅你也是很不容易 花了很长时间瘦了1 20公斤 12公斤 12公斤 花了多长时间 大概三个月 因为我原来会去减肥的原因 是因为我膝盖痛 痛到医生都告诉我说 你这个要换了 是啊 是这样子 你先前是医生已经叫你要换膝盖 你这个只有换没有什么别的 或者打那个玻尿酸 玻尿酸要每年打 半年打一次 不然就是简单就是把它换掉 我想说我才几岁你要我换 不甘愿 后来辗转就找到一个腹肩科医生 他说那你不换的话只有强化你的腿部肌肉 重量减下来要减重 然后就因为这样子所以 我发现 效果非常好 好到我现在以前下楼梯公寓 下三楼 每下一步都是痛 现在我可以很轻盈地跳下来了 厉害 可是你说你减了12公斤 刚刚王医师说 体重每一公斤对膝盖的负担是两倍 所以你等于膝盖少24公斤 对 那你膝盖的疼痛有改善到什么程度 几乎不痛了 几乎不痛 那你还有在吃止痛药 完全没有了 其实我运动之后 我开始做重序 然后运动减肥之后 减重才不过三公斤的时候 然后在运动的话 就没有在吃了 止痛药就给它停掉 就停了 然后现在的话 最好的是我瘦下来之后 我上个礼拜去做 去新成代谢科看 我吃了降血压要吃了 我41岁吃 吃了16年 医生说你现在有机会可以不要吃 你的血压要吃16年 结果逆转不用吃 我本来一颗再叫半颗 半颗他上次跟我讲说 上礼拜一跟我讲说 你现在开始就是做记录 你有机会不用吃了 那很感人 很感人 很励志 各位观众 理事为了剑腰绝对不是医师的功劳 一定是他自己的功劳 因为医生只会帮你剪腰 对 一定是自己剪下来的 因为我会怕 我会怕说我要换膝关节 所以我就说就把它 就是这样下定决心剪下来 对啊 然后下定决心之后 变成一种习惯 习惯了 你现在就不会觉得说 像我早上 不会那么痛苦 不会那么痛苦 像寒流来 我要是两三天不游 我也觉得不舒服 我还是冒着寒流 我还是穿个羽绒衣 然后去健身房 OK 你真的是 对 因为也习惯了 好 习惯了 难怪我觉得李师傅 现在身形 体力 精神 气色都很好 好 我们这边炒到 鸡肉变白松散之后 我们把彩椒 彩椒这边是放甜椒之后 让它有点甜味 对 好 然后毛豆也可以下来 毛豆也可以下去拌炒 这边都把它炒匀的时候 记住梨麦就是要把它煮得软一些 好 然后梨麦也下去烹调 这一个梨麦鸡肉 这一个都炒匀了 已经炒好了 炒匀了之后调味的话就是 黄芥末酱 这个我觉得可以当饭吃 这吃起来会很有口感 而且重点是它冷冻 冷冻后你不用再加热 退冰就可以吃了 退冰变小菜是不是 对 你好聪明 对 所以我几乎都是这样吃 所以你做了之后 你变成比如说你运动完 要补充好的蛋白质营养素 你也这样吃 每天早上运动完之后 我就会加它跟生菜 然后一点点也就这么调味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很多在运动 在健身的人都知道说 我们鸡胸肉对我们的是 很好的优质蛋白来源 可是不知道怎么料理 那这个我们李师傅 他用了蛋白 然后黑胡椒盐 来做一些 事先做一点调味之后 吃起来就特别的软嫩 另外再配合的梨麦 梨麦大家都知道 比一些筋质淀粉好多的食物 也有丰富的营养元素 李师傅很有巧心的 把这两件食物混合在一起 搭配起来 真的吃起来非常的美味 我觉得有在运动的人 或想要瘦身的人 真的可以参考这道料理